山智穿上战斗服有没有大将实力 在刚穿上战斗服的时候 山智面对菲律包的裴击腕 已经展现了碾压的实力了 只不过伟田没有正面表现 在他对上晋的时候 你表面上看晋是绝对的优势 压制山智了 就是从天赋冲而下 用他那个尖嘴 直接就插中山智的这个腹部 山智当时在说你要出人命了 然后晋直接把山智就是攻击插入地面 那之后呢 山智起身惊叹很气愤地说 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疼 说明晋当时非常权力的一击 没有破山智的防 甚至没有让山智感觉到疼 所以说战斗服的山智的防御太夸张了 用动力隐身飞行力量速度全部全面加强 而且因为穿了战斗服 让山智在不穿战斗服的情况下 他的文思木可科技力量也已经绝醒 不穿战斗服相当轻松 至少比索隆打败晋轻松的打败了奎尼 所以不穿战斗服的山智 现在的实力已经很夸张了 他再穿上战斗服 完全适应了战斗服的这个和身体的结合 释放出战斗服的潜在力量的话 不可想象 我认为如果未来山智 真的穿上被弗兰奇或者是被比加庞克 反正就是被修复的战斗服 在穿上的时候 他极可能就已经具备海军大将的实力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